你不是有看到裸女嗎? 對!這個!我第一天在那個 Hello everyone!我們是 騎士說書人 今天要講澳洲打工的故事 好辛苦 你帶多少錢? 我帶3萬 我帶20萬 太多了吧 我帶了20萬幾千 大家都會覺得好像澳洲打工很爽 可是我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去澳洲打工 基本上你是去當外勞賺錢的 每天早上4點要起床 晚上90點才能回家 一回家就是倒頭就睡了 我那時候去肉場工作的時候 我第一天走進去 我差點從那個蠻賊走出來 為什麼? 門一打開之後 你就聞到一個滿滿的血腥味 然後他很臭 望眼過去地板全紅 都是同類 都是血 而且 我踩在上面有一種好像走在地獄的感覺 因為他的... 因為那個血是脂肪嘛 所以變成說他離地面差不多地面這麼高 那脂肪這麼高 血跟脂肪這麼高 所以你踩下去的時候 你講會... 會陷進去 所以超... 那個時候我... 因為平常的花開銷都有點大 所以我每個那個weekend 我都會去那個Cosmo賺錢 我每個禮拜都賺到兩三百塊奧幣 放屁 一開始... 因為我那時候在奧... 一開始在那個... 在肉場的時候 有朋友會算那個... 然後後來... 轉盤啊 後來跟你搬在一起住之後 再也沒有贏過錢 再也沒有贏過錢 你不知道看到羅女嗎? 對... 這個... 我第一天在那個... 我第一天在... 背包客廠 我那個時候在Brisbane 然後我第一天進到那個背包客廠 然後我就開門 就有一個德國的女生 身材很好 然後又是那種曬過 那種骨頭色的那種肌膚 然後她圍著圍裙走出浴室 然後我們兩個都對 然後我就把門關起來 你才不會做這種事? 你才不會做這種事... 你是把她的門關起來 關起來上手 再來就講到 我那個時候就在酒吧上班 但是那個酒吧是OZ的酒吧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酒吧同事都在傳說 有一個女生跨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酒吧來了一個新的經理 然後其實經理都蠻年輕的 其實都我們的年紀 然後他們就在辦公室 因為喝鏘了 他們就在辦公室做活賽運動 好棒喔 是攝影機嗎? 對 然後被攝影機拍下來 大家都看到 所有人都看到 其實是被那個店長抓到 然後他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在... 然後他們就解釋 就被抓到 你就沒辦法 你就承認然後道歉 那就沒事 有被離職嗎? 沒有被離職 但是道歉就好了 就所有人都知道 沒有啊,那個是店長的副業啊 有一次我們發現Jimmy會講夢話 然後我們發現他講的夢話 居然是我跟那個女生的朋友 然後我們在看一個YouTube節目 裡面講的內容 然後我們就發現了 我們剛剛在看這個 然後他現在夢話在講什麼 是不是代表我們現在播什麼給他聽 他就會做什麼夢 然後我們第二天就開始實驗 我們就播了一個... 有一個YouTube頻道在講 那個恐怖的都市傳說的故事 然後那個都市傳說的故事 是在講在火車上 然後有一站一站經過 然後有人 然後有些遇到人 什麼奇怪的鬼怪 有些人沒遇到 然後隔天他那個Jimmy就起來跟我們講說 我昨天做了一個噩夢 我摸到我在火車上 然後發生什麼事 就是跟我們前天做的夢 就看的YouTube影片一模一樣 你知道我當下看到他們表現什麼嗎? 經文還是事? 然後我們另外 今晚我們又再試一次 我們直接把那個YouTube影片 然後按成那個播放清單 點下去然後就直接擺在他那個床頭這樣 他睡著的時候直接這樣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 超快的 他就連藍牙那個喇叭 他是放到床頭前面 隔天起來他就好像看起來好像 我這兩天怎麼那麼累啊 因為Jimmy他在工地上班 其實那個收入是蠻特觀的 蠻高的 我兩個禮拜我是兩週領一次薪水 我兩週可以領到1500 對差不多換算台幣應該有快10萬 差不多1萬多 其實那個時候薪水是很高的 所以Jimmy那時候 就是啊! 好像無稽啊! 對人都推買switch 負債錢不清掉 對對對 其實在澳洲的薪水真的 雖然說花費高 就是你吃什麼都貴 但是你的薪水也高 所以你在存錢要買什麼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容易的 而且他們在黑色信息舞的時候折扣 真的是好不手軟的折下去 然後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這五折我這時候不買 我等到什麼時候 明年了 然後你就會買下去 但是我覺得這個買下去很划算 因為3C產品 在台灣基本上是不會折到 什麼誇張的數字 而且你在台灣要存多少 存幾個月才買到 對對對 你可能要分期 兩個禮拜就可以買到 所以我蠻建議 如果你去那邊打工存沒多少錢 那你不如就投資在一些 你需要的產品上 可是你要記回來 對 但是你要記回來 但是我覺得還是划算 梁京建議如果去澳洲打風作家 如果你想分手的話 盡量帶你哥去 對 10個去澳洲打工的 會有9個一定會分手 對 跟你的威弟你一樣 為什麼 因為 所以你會分手 就是統計下來得出的結果 因為你會先有一個 就是金錢的案例 然後再統計在一起的一些 妹妹嘎嘎 所以每一隊去然後都會分開住 不是就是分手 都會分手 分手 是回去分手 在澳洲分手 在澳洲分手 那就要分開住 對啊 就分開住 就各國各的啊 對啊 所以很多人真的是 就是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愛你 你就 帶他出去苦一次 就是你讓大家去測試一下 你就知道 這個人到底真的真的愛你 你沒有辦法包容 在國外的公務員的薪水都好高喔 對 應該台灣的好幾歲吧 有羨慕 可是他們不會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是他們不會特別去追求 當公務員這件事情 很多人很多人會覺得就是 西方人覺得公務員覺得很像是 不是他們最理想中的工作 他們其實很崇拜那種 勇敢的創業冒險家 自由 對對對 就是這種精神 他們會覺得公務員是 你去當公務員 等於說你對你的人生沒想法 那種感覺 你是一個沒有目的 真的假的 對他們是這樣子 他們常常去酒吧 有沒有幹一些食物 對我們會 我們會就是我們下班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酒吧廚房不太輕點 然後就會有 他們會留下很多那種客人 從來不點的東西 會在離開酒吧之前 然後等所有人都離開了 然後我們去廚房看一下 打開 這邊有肉羊排然後什麼 然後有一次幹了羊排 然後有點緊張說 哇操怎麼辦 拿了一個這麼貴的食物回家 會不會明天被抓到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但是後來好險沒有 後來我們就把他幹回去 因為他都淹過 對對對 然後就拿回去用煎的 然後就很好吃 對 然後這位天才就發現 有一次我好像冰漿沒東西吃 只剩下那個雞吃 他給我泡水直接煮欸 他說 他要滾 雞吃 滾你就可以吃了 幹什麼都難吃 滾 蠻健康的啦 炸雞吃 那是炸雞吃 好噁心 煙過那個炸雞吃 在國外的英文其實 沒有這麼的重要 反而是你有沒有勇氣敢講這個英文 對台灣人很容易會覺得說 我講的不好啊 文法不好啊 然後就不敢講這件事情 可是你要換位思考 人家今天外國人來台灣 他用一個很破的中文問你話 然後你居然會問他說 你中文好好 這種思維就很奇怪 所以你自己到國外 你自己要敢講 因為你敢踏出這一步 你的英文還會慢慢變動 然後你不要怕 其實不要怕講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有在 有去一間飲料店買飲料 然後是一個台灣人跟台灣人在裡面對話 然後那時候英文不太好 就問他說我可以用中文點嗎 然後他跟我說 如果你來到這邊不講英文 你不要 然後我被這句話擊倒 槍 氣死 我整個氣死 我覺得蠻辛苦 因為 你必須什麼都要靠自己 但什麼都靠自己的情況下 你又沒有錢 其實很多時候是埋頭骨幹出來的 有很多心酸力爭 如果想要缺精力的 可以去澳洲一趟 對我真的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打工作下沒屁用 可是我覺得 那個就是酸民嘴上練練而已 勞力的工作真的是非常辛苦 就不是你在台灣好像 我做什麼辦公室好辛苦喔 那個哪叫辛苦啊 那個很爽好不好 對 對 因為我之前版還蠻想去 你就去啊 就是之前陳真在揪我去 我其實蠻想去的 你有揪他喔 我去 製作多勁 因為我當時到墨爾本 那個時候我還住在墨爾本的背包客棧 然後那個背包客棧 因為我那個時候快沒錢了 所以那個背包客棧很破舊 他有點像是那種 你們在電影看到那種紐約的公寓 然後漏水啊 然後地板又是那種木製 然後你踩過去會 呱呱呱呱的那種 住在那個背包客棧的另外一個室友 他好像是因為做工地 所以就是他 基本上他就超級早睡 然後又超早起來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兩個沒有什麼交流 習著找工作快沒錢了 所以我也就無心於再去 可能社交廳啊 交新的朋友啊 這些什麼之類的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我就洗完洗澡玩 然後我就覺得 好難過 邊淋著那個淋浴 連盆頭淋浴 然後又想到說 剛剛滑手機看到那些 原本的朋友好像被派對 然後很開心 然後在那邊聊天 然後發限動這樣 然後我就哭了 然後就在那邊想說 我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又冷 然後又誰都不認識 然後又在這種很破舊的那個 背包客棧裡面 無依無靠 對 無依無靠 然後自己一個人 然後有人陪之後就好很多 然後就會覺得 他一來到就變成我失戀 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有沒有在國外這種 辛酸歷程的故事 還是你其實都是出國爽的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晚安 晚安 拜拜